8月7日是东京奥运会跳水收官日 在跳水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 中国选手曹远夺得金牌 杨健摘得银牌 离决赛开始还有半个小时 杨健的教练 队友 师弟师妹等中国跳水人 已守护在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田径馆的大屏幕旁 为中国跳水健儿加油助威 在决赛六轮比拼中 中国选手每一轮出场 四川省跳水队主教练 中国跳水队前教练徐强 都会激动地站起来欢呼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跳水人努力的结果 一代一代的人在努力 付出运动员教练员付出这么多艰辛 忍受很多寂寞空虚 我觉得取得这个成绩是我们对我们最好的回馈吧 徐祥十六岁进入中国跳水队 在中国跳水队训练工作了二十余年 并担任了杨健在中国跳水队的主管教练 这次决赛摘得银牌的杨健 在跳水界素有难度王之称 二零一四年杨健打破了国际泳联记录的世界最高峰后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状态 二零一五年喀山市井赛惨败 二零一六年无缘礼约奥运会 比赛结束后 徐祥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取得的结果十分满意 没有那块奖牌是容易的 都是通过自己努力训练得来的 他的膝盖还有肩都是比较严重的伤 但是有信念在可以坚持 难度的话杨健更大 但是朝元今天的表现就更稳定 最后相差也两分多一点 我觉得可能这个光是从分数上来 分不出这两个人的胜负 反正这块金牌 最后金银牌能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 我还是很高兴很骄傲 四川省游泳学校校长杜徽英 是杨健跳水的启蒙教练 杜徽英介绍杨健曾是一名体操运动员 七岁在四川省体操队集训时 因身体素质优异 被选入四川省游泳学校训练 他是在鹿州连个体操 玩那个游到我们身上来连个体操集训 所以他与体操实际上是跳水的一些基础 所以他过来过后 到我这儿过后 上我一眼初的时候就看上他 柔韧比较稳 一条是需要的 像体操一样的需要柔韧 我每天训练 就是像学来 像所谓的脑腹灯一样的 下来给他做到去 给他做膝盖和做脚尖 玩那个玩 因为肯定都不要老婆 不要痛苦 但是还是每天都能坚持